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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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炒菇時會出水 記得要不斷炒 直至炒到乾身 香氣才會比較濃烈 第二是要用牛肝菌的水 當你浸了牛肝菌 水要保留 當加菜湯時 加起來菇的香氣就會更出色 蘑菇 首先將它切粒 牛肝菌可以預先浸在水中 大約30分鐘左右 渣乾水後都需要切粒 記得浸過牛肝菌的水 千萬不要倒 要備用 洋蔥要切粒 用植物牛油爆香洋蔥 加入蘑菇炒至乾身和收水 加入牛肝菌和黑椒調味 這時候加入白酒 麵粉要逐少加入 加素上湯和牛肝菌的水 煮它大約30至40分鐘左右 將湯倒入攪拌機 攪拌成熟 再倒入湯煲 加黑松露醬和米奶煮滾就可以了 黑松露蘑菇湯便完成了 陸在膠漿沒有難度 Green Yourself 黑松露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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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松露蘑菇